如何实现知识变现 开启你的自由工作之路 在每个人的心里 都曾有过这样一个梦想 一边环游世界 一边赚钱 在没有互联网之前 这是很难实现的 而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认识的圈子里 已经有了这样的人 他们在网上积攒了一定的口碑 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赚取报酬 这些人一般都有好几个 拿得出手的技能 他们就是所谓的斜杠青年 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 选择了自由职业 这一切的发声 要感谢互联网的发展 2016年被称为 知识付费元年 从这一年开始 互联网上共享的 免费信息和知识 在一些内容创业者 和知识电商的推动下 在人们知识产权意识的提高下 逐渐升级为付费知识 一波内容的红利期到来 风口已至百家争鸣 一些先驱者赶上了好时候 转瞬间名利双收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人 闯入知识付费的市场 进行一场有关 知识变现的争夺战 知识变现这本书 讲述的就是 知识变现的大势所趋 我们普通人 应该如何做好准备 打造自己的斜杠能力呢 实现自己的自由工作之路呢 这本书的作者 是结合自己 从事自由职业的经历 撰写的经验之谈 本书中列举了不少 自由职业的案例 他们就像我们身边的人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那么接下来 我就为你来详细的讲述 书中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 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第二个重点是 如何通过打造斜杠青年 实现从职场 向自由职业的过渡 第三个重点是 如何运营好自己的自由职业 刚才说了全书的重点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 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 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近几年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正在广大青年中扩散 那就是自由职业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以一种技能为突破口 通过远程给平台提供服务 实现了自由工作 有的人甚至熟练多项技能 对接多个平台 收入水平远高于普通上班族 那这就是所谓的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是指 一群不再满足专一职业的生活方式 而是选择拥有多重职业和身份的多元人生 他们对新事物很感兴趣 个人能力强 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可以自由出入职场 自己选择工作方式 对他们来说 工作不再是谋生的工具 而是永远的事业 那么成为自由工作者难不难呢 我们每个人是否有机会呢 其实不太难 因为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不难的话 普通人怎么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呢 在书中 作者主要介绍了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 是职业定位的新趋势 二是如何加入斜杠行列 三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好 那接下来我们挨个来解释一下 一 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 是职业定位的新趋势 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的出现不是偶然 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物 著名的思想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 早在他的个人与组织的未来艺术当中 做过预言 二十一世纪将是跳蚤的天下 跳蚤指的是组合式工作者 也就是斜杠青年 以及一些小型的个体经济 他本人也是在四十九岁时 成为了一名自由职业者 自由工作的出现 与网络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 互联网为人们提供了很多线上赚钱的渠道 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多想发展 具备从事多重工作的能力 利用手中的技能通过网络 使知识变现成为一种可能 还有就是粉丝经济和付费习惯的养成 著名杂志连线创办主编 凯文·凯利说过一个 一千铁杆粉丝的观点 他认为任何创作艺术作品的人 只需要拥有一千个铁杆粉丝 愿意为他的作品付费 他便有资本生活 他所指的就是粉丝经济 由于IP的影响力和好口碑 粉丝愿意为他的作品花钱 这也是因为粉丝养成了知识付费的习惯 另外当前的就业形势不明朗 行业竞争大 大学生就业难 而且容易失业 同时一些在大城市上班的人 普遍反映生活压力大 每天花费在上班路上的时间成本多 还不如节省这些时间扩展一些技能 在二三线城市做自由工作 更容易有生活质量 二 如何加入斜杠行列呢 斜杠青年和自由职业多有交叉 斜杠青年更容易实现自由工作 普通人如何加入斜杠行列呢 书中介绍了三个方法 层层递进 一是提升基础能力 二是提升专业能力 三是利用业余时间充电 提升基础能力 主要是提升阅读能力 思考能力和写作能力 这三个能力中 阅读是输入 思考是吸收 写作是输出 通过这个过程 实现知识的学习最大化 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提升专业能力指的是 构建自己的专业知识体系 专业能力不仅包括书中学到的知识 更多的是在工作中实践得来 把某一领域 学专 学经 打造自己的优势 才能够进一步向斜杠拓展 利用业余时间充电 才有可能成为斜杠青年 很多人说工作很忙 下班之后已经筋疲力尽 哪还有精神去学习呢 这主要看个人的精力分配 心态 以及上进心 哈佛有一个著名理论 人和人的差别 只要在业余时间 利用好业余时间 多学习一点知识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斜杠青年 三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想自由工作 肯定要有自己的立身之本 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优势 那这个优势可以是会写作 会绘画 会PS 会一种外语 随着市场需求的种类增多 个人的突破口 应该说会越来越多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于别人的地方 只要善于解剖自己 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比如你所学的专业 你个人的经历 你的兴趣爱好等 都可以发展成你的优势 关于发展个人优势 书中列举了古典的说法 很精烈 也很有道理 有三点 一是专注 二是一学就会 三是持续的正向反馈 专注是指 在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必须全身心的投入 一学就会 指的是 你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由兴趣带动自主学习 不需要外人的督促 持续的正向反馈说的是 别人的夸赞与激励 能让你更有信心坚持 打造自己的个人优势 好 那说到这 第一个重点就说完了 我们来做一个小节 刚才这几分钟 我们说了本书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人都可以是 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因为这是时代的大势所趋 粉丝经济和吃吃付费 让其成为可能 而另外一方面 大学生就业难 失业快 工作的高压和不稳定 让年轻人普遍不想上班 自由工作成为他们心目中 理想的生活 而在互联网的土壤中 只要我们愿意 我们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突破口 加入到斜杠的行列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 本书的第二个重点 如何通过打造斜杠青年 实现从职场 向自由职业的过渡呢 世界上很少有一步到位的事 从事自由工作也是 要想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的 最好的方式 还是在工作期间 努力发展自己的特长 先成为斜杠青年 再实践从职场 向自由职业的完美过渡 关于这类人 有一个说法叫做 职场两栖人 意思就是 在实现自由工作之前 他们一般都是游走于 职场和兼职之间 两头抓 两头硬 等到兼职的发展 超过本职工作之后 再考虑辞职 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 比如网上比较火的 秋叶PPT创始人秋叶 他的本职是 武汉工程大学的老师 教授机械制图 但是他同时也是 多本畅销书作者 PPT达人 培训师 这些都是他的兼职 但是成就远在本职之上 还有这本书的作者 肖秋水 之前从事IT行业 是某大公司中层管理者 兼写作 发展到后来 摇身一变成为了 自媒体达人 所以培养自己的兴趣 提高自己的能力 打造斜杠青年 才是实现自己 工作之路的前提 至于什么时候 可以辞职 还需要进一步的衡量 那接下来 我们针对这两个方面 进行解答 在本书中 打造斜杠青年 主要分为七步 一是清晰定义 个人品牌 二是与目标领域的 牛人比较 三是评估别人 有哪些优势 是你无法模仿的 四是依据成功人士的经验 细化标准 五是对圈子帮大款 有才任性做爆款 六是围绕个人品牌 做长期计划 七是给个人品牌计划 设置验证点 那接下来 咱们挨个来解释一下 一 清晰定义 个人品牌 个人品牌 其实是一个 很模糊的概念 在做个人品牌之前 你首先要清楚 两个问题 一是想清楚 你准备选择 哪个方向 做个人品牌 比如文化 PPT 手绘 语言等 一定是单一的 有识别性的方向 有些人一上来 就想多方面发展 今天写干货 明天又写小说 很难吸引忠实的粉丝 二是 在你选择的方向 建立个人品牌的标准 没有标准 你就没有努力的方向 而且一定要细化标准 最好精确到每周 比如关于做公众号 给自己定一个小目标 本周我要涨1000分 等等 二 与目标领域的牛人比较 最初踏足某一领域的时候 模仿是实现 快速进步的途径 所以如果你定好了 个人品牌的方向 可以搜一搜 在这个领域 都有哪些牛人 看看他们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哪些可以借鉴 哪些不能复制 三 评估别人有哪些优势 是你无法模仿的 在模仿别人的时候 我们容易看到自己的不足 然后首先会想到改进 但是你要知道 不是所有的不足 你都可以改进 分析自己 可以在哪些方面进行弥补 或者自己有哪些 别人没有的优势 利用这些优势 你才可以后发制人 四 依据成功人士的经验 细化标准 方向固然重要 但没有质量要求的努力 所谓坚持也是自欺欺人 在发展个人品牌的时候 我们可以参考成功人士的经验 了解他们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准 给自己定一个目标 然后朝着目标努力 五 进队圈子帮大款 有才任性 做爆款 不管干什么 圈子很重要 你进队了圈子 你的发展才能更快 但特别有才的人 不靠圈子 自己也能够独打一片天下 所以做个人品牌有两条路 要么打入一个云集各路大神的圈子 比如秋叶成立的IP大本营 就是整合了各路大神的圈子 目的在于整合资源 共同进步 对于个人品牌的建立大有帮助 要么是你特别的有才 可以写出爆款文章 那你需要注册一个个人微信公众号 一篇一篇写就可以了 比如新媒体大神 迷蒙 一直就在做爆款 从未停歇 六 围绕个人品牌 做长期计划 这就是说 做个人品牌 一定要有一个长期的规划 不能头脑发热 没有计划 一开始应该做市场调研 确定方向和路线 然后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及时的调整 设定三年计划 五年目标等 一定要具体到每一个阶段 这和一个公司的发展是类似的 七 给个人品牌计划设置验证点 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 设置好验证点 检验自己做到了什么程度 及时反馈调整 如果发展快 可以把计划调快 如果发展慢 放慢节奏也是可以的 目标和路径不要轻易动 但计划可以根据定期的验证结果 随时调整 好了 那说完了打造斜杠青年的七个步骤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个人品牌发展到什么程度 可以辞职 在这本书当中 主要介绍了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能力达到了自由职业的要求 二是后方保证没有隐患 那下面咱们挨个来解释一下 一能力达到自由职业的要求 首先你要确定你选择自由工作的话 你能给客户和市场提供哪些服务 比如有的人擅长写文案 可以帮助企业远程写推广文案 其次深挖你的技能 比如你擅长写作 你准备以写作谋生 那么你就要不断的精进自己的写作能力 持续的输入思考输出 还有你要有建设心理 用经营公司的思维 经营自己的事业 不能安于现状 要寻求突破 二后方保障没有隐患 首先你从事自由工作 一定要征得家人的知识 目前来说 这种工作方式还是普遍被认同 要耐心和家人沟通 其次健康保障 相对来说福利这一块 还是公司上班比较好 你生病花钱 公司或多或少会承担一些费用 而自由工作只能够自己承担 所以建议选择自由工作之前 先做一次体检 确定身体没有问题再辞职 还有财务保障 自由职业要考虑的是 万一半年没有收入 你是否可以支撑下去 可以的话 那就开始你的自由工作之路吧 好 那刚才几分钟呢 我们说了本书的第二个重点内容 干好本职工作 努力发展第二特长 机会不会放弃每一个很努力的人 好 第三个重点 如何运营好自己的自由职业 很多人觉得成为自由职业者 就大功告成了 其实自由工作只是开始 更难的还是在后面 要想自由且体面的生活 必须运营好自己的自由职业 要让自己像一个公司一样强大 在本书中关于运营自由职业 主要介绍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开启自由工作之路 二是要自由 先自律 三是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自己 四是坚持工作中的专业主义 那下面咱们挨个来解释一下 一 开启自由工作之路 自由工作虽然不用像在公司上班 那么正式 但是也需要一定的办公环境和工具 同时也要学会运用各种渠道 推广自己 以及为自己的服务合理定价和要账 自由职业者在家工作 一般容易分心 工作效率低 所以可以选择外面比较安静的环境 比如咖啡馆 一些共用工作空间 也有一些人喜欢在家办公 怎么舒服怎么来 所以总的来说 根据个人喜好 选择自己工作的环境 另外还可以购置一些办公工具 比如白板墙贴 可以用来写一些重要的信息 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 营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你的服务再好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什么用 借助各种渠道为自己做宣传 才能够实现可喜的销售 还有就是要为自己的服务 定一个合理的价格 如果你不知道行情 可以去市场上了解一下 同类服务和你同一水平线的人 是什么报价 和他们差不多就行了 出来赚钱 难免会遇到赖账的客户 这时候一定不要怕麻烦 一定要积极要账 万一实在要不来 至少要让这些企业曝光 拉入自己的不良企业黑名单 二要自由先自律 自由的人一定很自律 自由职业者要想长期自由 且有较高的收入 背后就需要有强大的自律 自由职业者因为没有早起上班的束缚 很容易养成晚睡晚起的作息 晚上不睡觉 白天睡不行 自己工作没有效率 其实自由职业者 更应该拥有良好的作息习惯 休息好了 工作效率高 节省出来的时间 可以用来享受生活 才是真正的自由 同时健康和营养 是提供精力的前提 自由职业者容易养成 错误的生活习惯 一日三餐不按点吃 经常熬夜 营养不能及时跟上 身体也容易出现问题 这些都是不合理的 身体疲乏或者有疾病 必然会影响到工作的效率 所以如果你从事了自由职业 一定要注意保持身体健康 还有避免出现心理问题 自由职业者容易患上一种叫做 自由综合症的疾病 表现为心慌 焦虑 因为自由职业者虽然身体自由 但承受的压力很大 最直接的压力 就是收入的问题 每个月能挣多少钱 全看自己做了多少事 万一生病 或者没有安排好时间 挣不来钱 心里就会很焦虑 所以要注意 及时调整自己的情绪 放低心态 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以及培养对生活的热爱 三 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自己 对于自由职业者 个人就相当于一个公司 所以要用公司的管理思维 去管理自己的事业 具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科学的理财 自由职业者普遍存在着 收入不固定 开销比较随意 资产使用混乱的情况 同时由于熬夜多 差旅多 工作强度大 容易产生健康隐患 但是却没有做好对应的规划 所以很有必要做理财 理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购买相应的理财产品 同时也要为自己和家人 配置意外 重疾 医疗保障等保险 另外还可以投资 信得过的朋友的创业项目 进行股权投资 二是开具发票 一般有两个途径 找朋友公司代开发票 或者自己注册公司 让税务局代开 三是如何贷款 申请商业贷款 需要出示收入证明和工资流水 收入证明可以找单位 盖工章开证明 工资流水可以每个月定期 给银行卡转账存钱 部分机构也是认可的 也可以使用公积金贷款 现在很多城市是支持 个人存缴公积金的 当然有房子 有车的还可以抵押贷款 四是缴纳社保和医保 现在的社会规定是 自由职业者可以以个人的名义 缴纳社保 所以自由工作的人 一定不要嫌麻烦 该做的事就去做 不要到用的时候 才发现它的重要性 四坚持工作中的专业主义 专业是品质的保证 自由工作者作为 以输出个人服务 以口碑吸引客户 赚取稿费的人 一定要自律 自觉 自强 守信 打造好专业形象 同时 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负责人 一定要从经营到专业 全方位懂行 也可以制定 关键计较指标 确立工作目标 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 最重要的一点是 要有高效的执行力 任何事情都不能拖 还有要发挥 自由时间的优势 比如 集中自己最有效率的时间段 做重要的事 错开高峰时段 或者权衡利弊 利用好时间 另外 特别要说明的是 任何时候 不要放弃充电 永远保持一颗好奇心 愿意探索 新鲜的事物 好 上面为你讲述的 就是第三个重点 如何运营好 自己的自由职业 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 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之后 运营自己事业的四个方面 一是关于自由工作的注意事项 二是要自由先自律 三是像管理公司一样管理自己 四是坚持工作中的专业主义 这四条建议都是很实在 很接地气的内容 很有借鉴意义 好 那说到这儿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我们所说的重点 首先我们说到了 在互联网时代 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人生设计师 这是时代决定的 互联网的发展 促进了在线服务的诞生 人只要有一台电脑 一个手机 都可以远程办公 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 提升基础能力和专业能力 利用业余时间充电 找到自己事业的突破口 其次我们说到了 不要盲目的追求自由职业 在开始自由工作之前 一定要先磨练自己的技能 一步一个脚印 后继勃发 慢慢的实现 从职场向自由职业的过渡 我们还说到了 打造斜杠青年的七步走战略 以及发展到什么程度 可以辞职的建议 最后我们说到了 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公司 很多公司做的事 自由职业者也要做 小到工作环境和硬件 大到给员工缴纳的各种保险 自由职业者 都要做好系统的 长远的规划 要像管理公司一样 管理好自己的事业 我们还特别强调 永远停止给自己充电 永远要探索新鲜事物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